NTU Core操作教学影片,指派作业篇 Core可以指派哪些课程作业呢? Core的作业功能让教师可以进行详细的设定,包括自行设定作业总分,选择这项作业是否计分,成绩批改方式,缴交方式,小组作业,以及作业的发布日期,截止日期及关闭日期 提醒您,Core的课程作业功能除了可以指派作业,也可以管理所有的计分项目 本节影片解说明如何出作业,有关管理计分项目,请参考其他的影片说明 如何指派作业呢? 首先,以台大记中账号登入NTU Core 进入课程页面后,请点选左侧的作业按钮 进入作业画面后,请按下右上方的加作业按钮,新增一项作业 接着请依序输入作业的名称,以及说明内容 如果您希望提供学生更多的参考资料,可以利用右方的工具,将其他页面的连接插入说明中,或是您也可以上传文件和图片 接着请填入这项作业的总分 如果您有设定作业的分数权重,您可以考虑在总分中填入这项作业占所属类别的分数权重,或是占所有成绩的权重 详细说明请参考成绩管理的影片 接下来请设定成绩批改的方式 常用的成绩批改方式有以下四种 若选择百分之,则教师输入的数字代表百分之分数 系统会依照您设定的总分,自动换算成对应的得分 若选择完成未完成,代表学生若完成该项作业即可得到总分,未完成则为零分 若选择分数,则由教师直接输入学生应得的成绩 请注意,输入成绩不应超过总分 若您选择等地制,则当您输入等地后 系统会依照预设的换算方式,自动换算成学生对应的得分 接下来您可以设定作业的绞交方式 绞交方式包括无需绞交、纸本、线上以及外部工具 其中,线上绞交有三种复选选项 若您选择线上输入,学生可以直接在括上输入答案 包括文字、方程式及图片等 若您选择网站网址,学生可以将作业绞交到其他网站 再将浏览网址输入在作业页面上 若您选择档案上传,则可以让学生上传档案 并限制指定的档案类型 接着您可以设定这份作业是否为小组作业 由同组同学来共同缴交 若勾选试,则需要选择小组设定或建立新的小组 有关设定小组的详细步骤,请参考其他影片说明 此外,您也可以设定同侪互评的功能 您可以使用手动分配或系统自动分配 若为系统自动分配,则为随机分配学生互评 若您有其他需求,请选择手动分配的方式 接着,您可以决定这份作业要指派给哪些同学 您可以指派给指定班级、组别或个别的学生 最后,您可以设定这份作业的开放缴交时间 截止时间与关闭时间 提醒您,截止时间为学生在这个时间后缴交视为持交 关闭时间则是超过这个时间 学生便无法在缴交作业 确认设定完成后,请点选右下方的储存并发布按钮 即可完成作业发布 若您还想要继续修改,真实不想让学生看到作业 可以点选储存,之后再编辑并发布 步骤总结 一,登入NTU或进入课程页面,点选左侧作业按钮 二,点选右上方加作业按钮,新增一项作业 三,请依序填入作业名称、内容、连结的页面或文件图档 四,依据需求设定总分、成绩批改方式、缴交方式 五,设定小组作业、指派对象及作业日期 六,确认设定后,请按下储存并发布,并完成发布作业 五,设定小组作业